大厨房干净又明亮 一早就全体总动员 员工加志工 40人要披1200个便当 送到100公里外的大林慈激医院 颜色 营养都会把它搭配进去 里面再多加了一个热水袋 放了三个小时以后 还是跟我们刚做出来的便当一样 是很烫的 打餐的过程都不敢开冷气 必要保持温度 也去外面煮乡行车 尽量保持温度到大林这边 便当是要保温的 苹果它是属于新鲜的 分开来会有两种 都维持它原来最适合的温度 送到大林慈激医院 便当装箱后出发 花一小时仍然暖心送达 吃了他们厨师做的素食以后 就念念不忘 热腾腾的便当直接送到医院 非常感受到爱心跟温暖 我们后勤单位 但医疗体系 大家都一条心吃素爱地球 暖心的日常 是这80多个保温便当 送给在地独居老人 天天往返替换 谢荣坤打造的五星级厨房 十多年来坚持推速无上限 确实我们就有去深入了解 医院餐厅 火食方面 资源不足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看到它确实有这个需求 吃的人确实有所感受 否则我就不做 追踪餐食 送到那边三个小时 拿起来吃的时候 还是很有温度的 它为了让我们同仁 也能够享受到 美味又环保的素食 所以它送了 1200份的素食便当过来 让大家身体能够更健康 为蔬食建立好口碑 远近持民 相隔两地 接下来还要初一食物 力挺医护 吃好素 大约新闻台南综合报导